去做的性工作研究 我们希望能够带动另外一些讲法和说法 当时发表论文 你看多小型呢 只有四篇 就这四个人去发表的 那下面是我们活动的海报 也可以看到一些照片 下一张 看这个小型研导会很小的 桌子还是这个背景 一模一样的 然后这边的话 当时你看到场的人 还蛮不错的 大家有兴趣也是到网络上去看看 说不定看到你年轻时候的样子 丁乃飞很年轻 丁乃飞 我把换了换去很多样子的 好 再来 我们后来第二年又办了第二届 那一个时候的话 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脉络上的转变 如果说1999年的会议的话 比较针对的是性工作 2001年的会议的话 比较针对的 其实当时同志运动里面所出现的 对于T&CCG的强烈质疑 这也就是不分非常非常盛行的年代 比如说在同志运动里面开始有一种正点化的说法 就是在性别的表现上面 必须要合乎某种状态 必须要跟父权的异性恋的模式 就是彻底撇筋 才能够有正当的存在 所以当时的话 同志运动里面的这个辩论 我们